感谢这个年软 边缘赞 大家好!这是我爱人 罗浗卜流 罗浗卜 光说说我来来英国现在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自从去到英国之后 我会更有好奇的观众留言 去问我究计英国是怎样的 习不习惯英国的生活 有没有朋友 是不是那么边缘 你知不知到英国的其他弟弟的Youtuber 嗯 我知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昨天在IG上发了一个投资的内容 大概就是 我来到英国已经大概有一段时间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我来到英国的问题想问我呢 什么都可以 如果留言過我33個 我就會像現在拍片一樣回答觀眾 結果,你知道我留言有多少呢? 啊,留言只有16個 我知道現在一定會有很多觀眾說 你又說33個留言才會像現在這樣 拍片回覆觀眾英國問我的留言? 那為什麼現在16個留言? 你又去拍片呢? 怎樣?因為我現在沒有題材拍 我只得這個題材拍 現在沒有片出了 好了,我們今天總之就是回覆觀眾 好奇問我在英國生活的問題 好的,我們現在開始 第一個問題 生活習慣嗎? 一點都不習慣 你那些飲食、朋友、生活 要全部認識完 非常困難,完全不習慣 不過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用時間 就可以衝突 所以兩個月的時間真的不夠 你住在英國哪個城市? 其實我應該是第二集拍得不好 很多觀眾都以為我住在倫敦 但其實不是 那個只是在倫敦拍Vlog 其實我不是住在倫敦 很多觀眾都以為我住在倫敦 其實我們住在達比 我們住在達比 我們住在達比 Hi, are you going to play the SMP? I'm back 前三天才來到英國 加油 有沒有認識其他外國中學生YouTuber? 沒有 一個都沒有 你覺得我果然這麼遠 連學校朋友都認識不到的人 會認識到中學生YouTuber嗎? 沒有啊!是不可能的! 有沒有新朋友? 你們覺得我果然會有新朋友嗎? 除了JM之外 其實學校是認識過一個人 還要跟大家說 那個朋友是香港的 沒錯,都是香港的 所以你說外國的朋友是沒有 沒有啊!沒有可能做到這種事 沒有可能做到的! 不過起碼我都有一個朋友 生活脫紋就好像 有沒有見過Mr.Bean Lady Mr.Bean 生活脫紋 沒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不怕跟你們說 這兩個月 除了上學之外 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留在家 是沒有出過任何門 除了去旁邊的超市 還有 始終甚至去過兩次 其餘時間 除了上學之外 全部都留在家 所以你說什麼生活脫紋呢? 基本上我都 不是好事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 除了上學之外 陶媽有沒有跟你去英國? 當然有 陶媽當然在這裡 就是這裡 是不是住倫敦? 不是!不是住倫敦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是住Darby 來到英國之後 最大的生活轉變 有沒有不習慣那些? 最大的生活轉變 應該沒有 但是你要說 有沒有不習慣呢? 這兩個月基本上 每樣東西都不習慣 首先就是上學 我想說英國的學校 真的非常重要 首先我完全沒有想到 學校好像大學那樣 他上的每一課 好像大學那樣 他每一課都是不同課室的 就是你上完一課 可能要去205室 然後旁邊的課可能去705室 要去2樓 轉去7樓 還有你學校有三座標定 例如A大樓 E大樓 C大樓 可能你化學堂上A大樓 然後所有課去C大樓 你要去不同的建築 每一課要去不同的課室 就好像大學那樣 學堂是每一個固定的班房 你都不會有一班固定的圖 這個問題令我認識朋友更加難 就是一個字 非常自由 這個題目之後 我會再跟大家說 去了英國之後 英文有沒有變好了 My English is not good OK 有什麼玩? 沒什麼玩 有沒有怪我們? 當然有啦 因為我是英國上學 你知不知道我沒有朋友 沒有人會跟我說話 因為我就是一個 邊緣人 所以我上學的時候 沒有人會跟我聊天 之後有沒有一個正式的House Tour 可以考慮拍下的 不過我懶 有沒有認識朋友 會不會有溝通上的困難 對 剛剛就說了 朋友是有一個 不過那一個是香港的朋友 沒錯 我這次社交障礙人 認識到一個朋友已經很好 OK 好 我終於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如果你們還有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應該不會再再拍影片 但我應該會去留言回覆你的 好 認真這麼說 我只是來到英國兩個月的時間 那就不習慣 也都很正常 一開始還以為要習慣英國的生活 其實應該不會很難 可能要兩三個禮拜 最多都是一個月而已 結果發現原來兩個月的時間 我都是完全好像 離了頭十天一樣 完全是什麼都不熟 要重新來過 可能只是因為 除了上學之外 留在這個家裡 所以才會這樣說 總之你們有關其他英國的問題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問 或者如果有英國的觀眾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的英國的生活 OK 我是果然 喜歡你的影片 記得LIKE和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天啊! 好了,我是果然,我們下集再見 吧~~ 到來可以走了,我已經拍完